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毫无疑问 笔毛球在马来西亚 应该是台第一个体育运动 第二个问题呢 我觉得 现在我自己也做了很多 超级单的笔毛球青少年培训 我也很期望 很期待将来中文 能够带上更多年轻的 笔毛球的苗子 来到我们中国 来到深圳 甚至来到厦门 我们可以一起互相交流 都两个长时间 没有见面于疫情 然后他也是 疫情过后第一次见面 我们会明天好好聊一下 四个午餐 然后我们会好好聊 未来的计划 然后会待在推广 运号球 不管是在马来西亚 还是在中国 我希望就是下来的时候 我们明天好好聊一下 四个午餐 他也要赶着回去 回去中国 然后我们会好好聊 下来的未来 我们会在中国 去推广更多的运号球 不管是林丹的活动 或者什么 我都会支持 因为估计来说 我们两个在国内 也是很多的出名 我希望能推广 在国内更多人 当然 Mitchum 你会认客